大家好呀,本期是起凉凉的详细攻略,保证看完就明白如何培养它 恳请大家用免费的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花珠 还能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 祝所有朋友都能抽卡圆梦 有什么原神星铁问题都可以问我 首先凉凉的核心技能是元素战技 点按对敌人造成草元素伤害并且产生护盾 护盾效果通过继续释放战技可以叠加,类似托马的叠上线 所以理论上护盾很厚,长按战技 凉凉会变成送货盒子 被碰到的敌人会造成草元素伤害 在此形态下无论是翻山,射水都会非常轻松 大世界T0级别的存在也是起凉凉最好的机制 大招对敌人造成巨额草元素伤害 并释放类似可丽的小炸弹 敌人碰到就会爆炸 这是凉凉的概况 护盾很厚,练的大世界跑徒很爽 想要深渊辅助需要四命六命 圣仪物推荐花海两件加千岩两件 主词条全部生命值 副词条生命,双爆,充能,武器选择方面 花珠已经帮大家标记好了顺序 主要以加生命,精通,充能的为主 有什么用什么,差距不大 配队方面还没有特别适合凉凉的队伍 草神有形秋九奇人,几乎不需要护盾 匿路带芭芭拉星海遥遥 其中两个,也不需要护盾 海森的机制和凉凉不好搭配 神子和雷神道是可以和凉凉搭配一下整活输出 至于赛诺还是找白竹吧 大家看一下演示就明白了 草行九诗真的打不死,真的不需要护盾 一路带上芭芭拉摇摇以后 更加不需要护盾了 所以凉凉目前来看和早优的定位比较像 大世界跑图为主,高命可以打深渊 总结,抽个零命即可 天赋,角色等级都随意 凉凉的护盾更像是为了保护跑地图的时候不被怪打死 方便我们探索 最后,大家可以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花珠 还能为想抽的角色和武器积攒欧气 我每天都会分享星体原神攻略和星球原始活动 点个关注就不会错过了